进步的一个盘面重点解析 现场为你请到资深分析师孙怡婷 坦克好 挺确的 大家好安 好 坦克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温和的持续往前高 来进行挑战 盘面当中最疯狂的一块 还是在涨价提债股 我帮大家讲理 涨价股在起包含了像细晶元 有盛高啦 信悦这些个股股价 持续的飙高 MOSFI是因为电动车客户抢料 你就算溢价买也买不到 被动云建筑巡视 供需仅到明年 第三季赚银上半年 还有印刷电路板的部分 则是因为软板的销售热 包含了日本的腾仓纯翼 大增六倍 好像都是搭上了 涨价的相关概念 旁边东这个热度怎么观察 还有哪些市场 没注意到的个股呢 对 我们看到在涨价效应 刚刚婷娟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不管是在MOSFI 不管是在细晶元 被动元件 甚至是印刷电路板 都呈现一个报价往上 可是有一个族群大漠发现 已经消失在这个排列之中了 它是谁 它就是记忆体 我们来看 关于报价其实在前一阵子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 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在地润的报价上 终于有出现一些杂音 当时整个涨价效应 已经出现分歧 我们提醒大家 海力士它虽然营收成长 但是获利是低于预期的 为什么 因为市场开始担心说 明年的话 整个供给会大幅度的增加 这增加怎么来的 一部分就是海力士自己 赚到钱都拿去扩厂 另外一部分 这边已经提到 根据集邦的一个统计 它说三星考虑明年扩大 低润的产能 恐改变目前供需吃请的情况 什么意思 这是蓝线是原本的供给 三星的产能 但传出来说明年的话 三星的产能会快速的提升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低润真的是 比较好赚的 因为现在不要忘记 整个记忆体 手机的需求增加 车子电子化之后 车子本身也要低润 所以这里其实需求增加 大家看到需求增加 但是不要忘记供给也在增加 今天早上来宾有提到一档股票 叫做谁 叫做造益创新 我们把K线打出来看 你会发现 它是创波段高 它做什么的 它其实是在做 整个全体记忆体有关的 这边提到 它180亿人民币 它要进军低润的产业 你会发现也是低润 所以这里其实在一来一回的过程 低润虽然需求增加 但是供给也会明显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2408的南亚科 你会发现肩骨架是不是有点 头部又略为加重的一个意味在 所以这里的话整个涨价效应 开始出现了一个转移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MOSFI是杂音相对少的一个区块 我们当时提到说 因为整个大陆的厂商 不管是在长电 后一半导体 或者是德普为电子 都持续的跟客户报告 要涨价的概念 这里其实今天MOSFI 全部都涨停了 这个时间在讲 其实有点落后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有一个区块就不要忘记 就是它的封装 因为今天的话像这个洁敏 我们把K线打出来看 你会发现相较于MOSFI的大涨 洁敏今天才开始呈现一个 加温的现象 先前的话就涨幅比较落后 同样跟MOSFI封装有关的是谁 其实是2363的这个 2369的这个铃声 铃声除了跟任天堂有关之外 其实它一部分也跟MOSFI的封装有关 所以这个区块 其实整个MOSFI的话 后续都可以观察 这里的涨到后段 从洁敏 从铃声这个区块 可以做个追踪 因为先前涨幅比较落后 今天算是涨价的第一个概念 今天盘面上其实它有第二个热点是谁 其实是苹果 我们来看像5264的凯震 为什么可以供涨停 就是因为传出来说 明年它有机会去抢iPhone的订单 所以很怪 市场苹果的出货量就只有这些 然后一间来抢 其他两间我们来看红准跟可成 跟着涨 是整个手机会大卖吗 市场销售就只有这些 但多一个竞争者反而是呈现涨 这个时候股价就有一点诡异在 但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 今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重点是在哪里 在明年的苹果 因为苹果的话代表的是一个趋势 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几个重点 我们回顾一下 2013年的9月 其实苹果率先推出指纹辨识 现在已经不流行 我们来看两档股票 一档是谁 6462的神盾 把K线打出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一波真的是 拉回了一大段 另外还有谁 像3545的敦泰 这一波也是一样 也是跌了一大段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指纹辨识 已经慢慢退潮 反而拉回来看 人脸辨识变成最夯的区块 因为现在苹果只有iPhone X 有人脸辨识 但是不要忘记 明年一旦全部的iPhone 明年一旦包括iPad的部分 全部都搭入人脸辨识的时候 这个需求这个商机 其实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来看像3105的稳帽 今天K线 虽然是震荡 可是还是创高之后的拉回 另外的话像2360 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的智贸 今天其实也是呈现一个 网上在供一个格局 所以这里 产业链一来一回 我们简单讲一个逻辑 就是说 原本做指纹辨识的资金 有没有可能转到 做指纹辨识的资金 今年已经高档卖掉之后 低档赚一大坡 这可以观察 这里我们不要忘记 第二个趋势是什么 是OLED 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就是除了Face ID之外 重点就是以后苹果的手机 因为今年iPhone 8 还是用LCD 因为那个 MLED没有那么多 但明年开始 MLED的产能拉出来之后 它会开始 整个苹果都希望能够支援 OLED 所以这里我们昨天提到的 像8383的签付 今天股价持续的往上走 这里除了设备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 在今年的年中 就是中间的中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就是说 因为OLED的部分 它的制程还是有一些瓶颈 它必须要外挂NoFresh 来记忆状态 然后补偿电流跟亮度 所以其实NoFresh的部分 是记忆体里面的一个机会 这里其实有一些扩敞 有一些传闻非常多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在过程中 像iPhone就是跟华邦店 跟三星绑在一起 但另外大家不要忘记 大陆的OLED厂 其实也需要有NoFresh 先前媒体有提到过 金豪科它是OLED厂里面的 NoFresh主要的供应商 所以你看它毛利率其实回升 今天股价再拉回一段之后 开始出现了一个直温转强 所以这个区块可以做一个观察 另外的话最后就是内宅版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内宅版 这个比较没有外放的功能 就是说你手机拿来拿去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在应用的过程之中 内宅版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块 我们在很早以前提过 它就是把电池的位置增加 主机板的位置 因为主机板的位置减少 稍微变小 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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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是电池 然后这一块是变小 变小之后 电池的容量呈现一个更进一步的增加 这个情况可以让整个手机 你不用换电池 你的续航力会增加 所以这里我们提到 内宅版里面的指标股是谁 是低机器的增顶 我们也提醒跟大家报告过 4958的增顶 因为增顶它是跟这个iPhone X 最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把格局来看 你会发现股价 今天也创下一个波段高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有一个传闻就是 三星的S9明年出来 要准备用内宅版 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现在苹果先用 一旦形成趋势 形成风潮之后 相关的中国品牌 三星跟着用 这个时候内宅版的商机才会出来 所以先前涨得像是 这个药华或是像星星这种 其实目前都跟苹果 没有那么近的关系 只能说它也有内宅版的产能 但是现在还没有大量出货 因为苹果拿的还是 增顶的单位主 所以这里的话 明年有机会在 内宅版这一块 由苹果带头 然后三星 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业者跟进 这值得大家做进一步的关注 好 非常感谢坦克 我们再来在目前排面当中 掌握观察